三十四 知其所措 而扶正之 视为大过 持措随行 故扶怨器之弊 犹是不知不前 故守必于改措之道 则然不尽 凡是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不改正的人 这种人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 因为知错而不改 本身就是一种错上加错的行为 这就叫做持错随行 不愿意把自己的错误 缺点 毛病 弃掉 抛之 所以说 这种人的行为 其本质就是错误的 因此 得来的果是不能进步 无论从物质或精神方面 它都是置步不前的 如果要取得成就 必须首先要去掉自己的错误 所以说 果是不能进步 无论从物质或精神方面 它都是置步不前的 如果要取得成就 必须首先要去掉自己的错误 所以说 知道错以后 守必于改错之道 则然进步 也就是说 知错而改 然后总结经验 才能是进步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